药材生意是萧家的祖业 萧战虽无能 也不能放下萧家的祖业 不管怎么说药材被抢呢 都是我们疏于防范 那些掌柜和伙计 我们会挨家挨户地去赔偿 有子女的抚养成人 没有子女的帮助孝敬父母 这一点萧家说到做到 至于土匪嘛 会有办法解决的 可我们药材行会 恐怕不能再给萧家药铺供货了 为什么不给萧家继续供货了 这 这个人是谁啊 我叫颜萧 颜萧 谁是颜萧 颜萧是谁啊 今天不是家列家跟萧家的议事吗 叫个外人来干吗 颜萧先生是我请来的 是为了帮助化解这次危机的 怎么 只允许你家列家请云兰宗 就不允许萧家请帮手了 废话真多 古尼大师 您接着说 为什么不给萧家继续供货了 这不是我的意见 这是迦马帝国药材行会的意见 如果萧家不能证明自己有运送药材的能力 行会只能取消你们的经营资格 我是代表行会来宣布这个决定的 还有 你们这次运送的药材当中也有家列家的 我们也付了运费 萧家是不是该赔出来呀 钱早就准备好了 我会送上门去的 行了 我是萧伯伯 您就甭说自己家有钱了 我们家列家不缺那点钱 只不过是因为我们明天邀请了 炼药施工会的人来 人家炼制丹药没有原料可不行 你们需要多少原料 列个单子 我们萧家照样宿舍 就这些明天一早就要 好 一言没定 严肖先生 咱们说话可是一言即出四马难追 要是拿不着这药材 怎么说 萧家屋坦诚 三十间药铺 全归你们 真的 一言为定 古尼先生 麻烦您做个见证 搞死了 咱们走 你又不懂这药材生意 你怎么就答应他了 明天来得及吗 年轻人说话就是冲 徒嘴上一时痛快 明天他来药店铺 你给还是不给啊 我看看人手 要是不行啊 明天全都说话 就是不知道那几个云蓝宗的功夫 高到什么程度 打是肯定要打的 不过不是现在 放心吧 药材我自己会筹齐的 爹 爹你干吗 爹爹爹爹 什么事啊 不是你慢点慢点 爹你不说话呢 怎么了这么着急 你自己看看吧 萧家的药车 药车 来来来 咱们让一下 小心小心啊 走走走走 咱们让一下 让一下 这才两个时针 他们就有药车送过来 他们是飞过来的 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啊 行啊 他们真找来一个好帮手啊 没听说过呀 来来来 小心啊 慢点啊 先把劲啊 好 师父 师父 外面有工会的人叩门 工会的人 谁 不认识 是 他穿了一件三品的长袍 三品长袍 赶紧 召集众师兄弟 开中门迎接 是 请叫了 是 在下 在下久在五坦城 孤陋寡闻 不知道先生的名讳 我叫颜潇 是 尹 职 尹 你 是 赵 我 冲 你 已经请来的那位 大家都是炼药师 我跟您说句提及的话 萧家这事 您别管 也管不了 为什么 萧家末了 萧战自费斗戚以后 萧家 就变成了一个普通商货 萧战迂腐有清高 不愿意跟星云阁和云兰宗 这些豪门大派口关系 那怎么能行 听说跟纳兰家也闹翻了 没了后台 其他人还不合起来整他 您管了 就是和云兰宗为敌 与云兰宗为敌 云兰宗算什么东西 他也配 是 云兰宗 我看你年龄跟我也差不多 竟然穿上了三品的长袍 您能露一首吗 不得无礼 烈药师以品为尊 三品烈药师 自然是我们的前辈上人 怎么能这样讲话 我看见你们在炼制断魂槽 这是一种狠毒的药物 只要用法得当 那就是灵丹妙药 可出一切晦气 远必重疑 只是你们踢穿的方法不对 把这草 全都烧成了废物 断魂草十分娇难 你们没有兽火 可以用斗气隔空熏职 只是万万不能 将冥火引到药物上 这样 会使药效大打折扣 只剩下原本的十分之一 你们看 当它变成透明时 也就马马虎虎地能用 这种药液 可治伤口溃烂 还可以治蛇肚 情敌之蛙 真是让先生笑话了 这丹药我只在银城 见那些炼药大师做过 真是有眼不识泰山 这种提传的方法 说来也很简单 你们要是想学 我可以教你们 各位都是炼药师一脉 不必客气 多谢丹药先生 还有一事 我想请各位帮忙 但有所命一定遵从 谈不上帮忙的话 明日 萧家会煎一批药材 我想请各位 到萧家门口 帮萧家炼药 多年来 萧家一批都不舍 多年来 萧家一批都不舍 我要请大家 给萧家处处晦气 真是 丹药先生 谈遵遵宁 一心一意 君居萧家 你去哪儿了 我刚才去炼药室工会了 明天工会的人 会到萧家门口来炼药 炼一天 卖出丹药所有的费用 都会给死难者家属 好 去了我一块心病 可那些药材是哪儿来的 说实话 我也不知道 我那些朋友啊 他们不愿意告诉我 你哪儿那么多 神通广大的朋友 你哪儿都不愿意 放心吧 爹 绝对都是一些正经的朋友 这么多年来 我一直都没有为家里做些什么 你就让我出点力吧 省得我心里不安 还真是有点不适应啊 现在有件难事 你看怎么办 什么难事 你看啊 我们要进货 萧家总得有个压车的吧 我现在 正在萧家的租铺里找 灰兜记得轻壮年 看看找谁合适 爹 我一直都觉得 这次的事情有蹊跷 土匪劫道 抢东西就行了 为什么要杀人 我看这次 就是有人专门针对萧家 一个人都不用了 就我和勋儿吧 我和他亚一趟程 看一下对方到底是什么来路 那些伙计的伤我看过 对手是剑客 云兰宗那几个人 也是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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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时候萧家不能和云兰宗作对 得装糊涂知道吗 云兰宗算什么名门长派 随便乱杀人 也是我萧家 家门凋落 连保护自己车队的能力都没有 爹 这事我知道了 您和我 就装龙作哑吧 但是 严肖就不用了 怒斥狂刚你学了没有 我也曾照着郡轴练过 可是一直不得其门而入 爹 有什么要诀吗 孝家家传功法都有独到之处 没有人口传新寿 是不行的 你去找家里的大长王 他对怒斥狂刚 求为最深 出发之前 便会赐功法 关键时刻 会赢了招 是 怒斥狂刚 是功法中 治刚治娘的一种 出手时 心中不能有一丝惭念 要将全身斗气 龙汇余胸 积蓄巨大能量 顺势一计 你试一下 怒斥狂刚 你这是第一次打出狮子头吧 是 之前没听灵家解药诀 一直都不得要理 今天也是第一次成功施展怒施狂刚 你第一次就能打出一个完整的石头 足见你的悟性和修为 已经远远超过了那些普通的斗者啊 怒施狂刚这门功法 随着你自身斗气等级的提升 它自然会发挥越来越大的威力 你试试 由弹中学乏力 将斗气 迅速 集中在手臂上 你试试 怒施狂刚 多谢长老之谛 我也是没想到 你领悟得这么快 小甲 终于后继有人了 那也是多亏长老之谛 你继续练吧 我走了 我走了 从弹中学乏力 把刀气 迅速聚集到手臂上 怒施狂刚 你试试 中文字幕君 小颜哥哥 感觉这两天 一直有人跟着我们啊 我们今天在哪里挡心 过了这片山谷 前面有个集市 颜少爷 这天太热了 要不咱们在集市附近休息 等过了明天早晨再出发吧 这才过阵午就住下吗 前面的集市里啊 有几个佣兵团 咱们可以租一些佣兵啊 当做咱们的短程保镖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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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停下 薛儿 你看好他们 先杀那些没斗气的 杀完就走 你们就只有这一次机会 你们要截祸 把祸抢走不就完了吗 为什么要杀没有斗气的人 你 你从哪里冒出来的 以后萧家的伤队都是我罩着了 你们不要再打主意 一个人也敢来抢生意 活腻了吧你 看你们的样子 不像是那种不入流的土匪 你们是佣兵吧 说 你们是哪个佣兵团的 是谁雇佣你们对付萧家 动手 我的腿啊 再走一步我就把他丢下去 你们都是有斗气的人 为什么要残杀没有斗气的人 快告诉我 到底是谁雇佣的你们 不然我现在就送你去见他 你要装就杀了我 别别别 我们人在 只要你放过我们老大 我们立刻走 你们走不了了 快说吧 我没有多少耐心 我们是大石阵狼头佣兵团的 大哥 回去告诉你们主子 我很快就去拜访他 大哥 没事吧 没事吧 大石阵在哪儿 就在前面 不远处 向炎哥哥 他们到底是什么人啊 是个佣兵团的人 这群混蛋 专杀没有斗气 不会斗气的人 他们就在前面的大石阵 我要让他们血债血偿 我要跟你一起去 雪儿 你留下来保护商队 爹说了让我跟着你 好了 听话 伤队也是需要人保护的 等我回来 驾 好 看一看吧 新鲜的萝卜 新鲜的萝卜 带着这个人 是吧 好累 好累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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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诉你 上次啊 吓得他们屁股尿流的 什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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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你们当家的出来 不然我拆了你们这狗窝 好 再加牧蛇 请问阁县 到此所为何事啊 你就是这狼头佣兵团的老大吧 你也不好好管一下 你手底下的恶犬 还要我特地跑一趟来帮你管 砸场子 也得留个名号吧 你不配知道我的名字 再加牧蛇 在下牧蛇 不知哪里得罪了阁下 请屋里一许 若真是我的错啊 我磕头赔礼便是 大哥 杀了他 就是他护着萧家的药车 你的手下在山谷中伏击车盾 专挑没有斗器 不会斗技的人杀 可谓是罪孽深处 你这当家的 可得替他们负责任 我狼头佣兵团 在大石阵也是响当当的 用得着你较去 你信不信 我随便动动手指头 你今天就别想出这个门 好 打 别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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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开 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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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鸡烟用牛刀 对付你 赤手空拳足够了 大哥 喝水 小子 接下来 我这一船打在你身上 你会必死无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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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子 是 jer 鸡烟用 活 还放了 他 你 老弟 你 我 你们 你们 你们郎头佣兵团 专杀没有斗气的萧家之人 罪孽深重 今日我在此费你们二人斗气 省得你们俩日后再作恶 让你们尝一下 没有斗气的滋味 三日之内 我要你们挨家挨户地去 被你们杀的人家里磕头道歉 把你们抢的钱财全部还给大家 若是没有做到 我定再来拆你们的狗窝 二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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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伤队的伙计都睡了 放心吧 一时半会儿醒不过来的 你也不问他 是谁雇佣的他们 雇佣他们的人 一会儿自己就跳出来了 我看那些佣兵团的人 也不怎么样啊 怎么能打上那么多萧家子弟呢 来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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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紧传我一套功法 赶紧传我一套功法 干嘛不用你的尺啊 用尺子他们会认出 你这带的是 我不能用尺子 用尺子他们会 好了好了 我现在是爷相不是萧嫣 你不要闹了 你现在赶紧随便叫我一套功法 快点 线上叫线扎耳朵眼啊 放好了 放好了 有点 你们走 我们走 走 我们走 走 走 快去 快去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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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护好他们 是星云阁的剑坊 日月同会 颜霄兄弟 难道你是星云阁的师兄 咱们老宗主 与星云阁的阁主 私交甚好 大家要是有什么误会 可先要说开来 别伤了阁气 误识狂歌 身为云阁宗弟子 做人保镖也就算了 你们还滥杀无辜 云阁那个老乌龟 自己不正 没想到手底下的弟子 也这么饿 竟敢出言侮辱宗主 你的死期到了 一个家猎必要 想必是请不动 你们云南宗的 说吧 你们究竟是奉谁的命令 来为难萧家 你们又为什么要袭击 萧家的车队 我生平最恨的 我生平最恨的 就是欺负弱邪 像你们这种滥杀无辜的人 我生平最恨的 该死 我不省 废了你们的斗气 让你们也尝尝普通人的资 你 废我斗气 我要告诉宗主 把你碎尸万顿 那个老乌龟要是赶回来 我就 谁在这里骂我 是宗主 别过来 你是谁 自下 颜小 新运阁弟子 拜金老宗初 剑法是韩风教的吗 确实韩阁主所授的 日月同辉剑法 就你这几手三脚猫的剑法 也叫日月同辉 你的怒施狂刚呢 你怎么会萧家的功法 你到底是星运阁的人 还是萧家的人 你 萧大姑啊 保护商队 作为交还 他们送给我 这门功法 小湛 用自己祖传的功法 来做生意啊 也是目落到底了 就凭几手三脚猫的功夫 就把你们的斗气废了 我们不知道他会怒施狂告 被他偷袭了 自己斗气不够 就敢偷跑出来 去吧 把伤队的人全部杀了 不要人家说我们言而无信 是 是 等一下 你们不能杀他们 你倒有几分骨气 我跟你们韩阁主有交情 看在他的面子上 你赶紧滚吧 那些伤队的人 他们都不是斗争 都是普通人 你们这样欺凌弱小 算什么名门正派 你不怕死吗 当然怕 可就算死 我也不会眼看着这一切发生 好 好 言消是吧 杀几只蚂蚁 还不用我亲自出手 如果你 可以跟我过三招的话 我今天就饶了你 好 好 三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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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狂哥 不是狂哥 好 不 言笑没死 愿再领一仗 老老 帮帮忙吧 我不能用异火 也不能用玄仲齿 愚蠢 就算你玄仲齿一伙都用上 在他手底下也走不过三招的 异响天开 那就看着他们 把伤队的火箭都杀掉吧 斗骑大陆强者为尊 你自己都保不了了还想保别人 眼看他杀害平平却不管 当斗者何用 算了 我自己来 我把斗骑关到你的身体里 可以挡一招 但这第三招你要自己想办法 我刚才只用了一成斗骑 你现在认输还来得及 你更所谓的事情 方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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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殿下哥哥 你的斗气 哪位高人 再跟我开玩笑 出来 出来 爹 第三招 闻殿的离魂术 你到底是什么人 我是什么人 你还不清楚啊 云山老二 邪魔歪道 你以为我怕你吗 他 云山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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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小英哥 小英哥哥 眼睛怎么了 我用斗气 闭得眼睛重现 这才闭团了那个老乌龟 雪儿 你帮我护法 我要了要杀 你他才能确定 一极 闭髓 闭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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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很难 你iad 心 云山老头给吓跑了 说出去谁都不会信 也好 我们修炼下一层坟绝 修炼这一层坟绝 讲究的是大泼大利 全身经脉都必须碎裂 这样说来 云山老头倒是帮了你大碗 这个罪受得值 来吧 救命 伤害 固rying goal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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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哪 好 谢谢啊 你看看 你看看 这么受欢迎啊 就是啊 就是啊 好好好 这下可好了 看看 排这么多人 可不是 是啊 老爷 颜潇先生回来了 真的 真的真的真的 赶紧迎接 好 小老爷 好 小姐 回来了 辛苦你们了 应该的 来 赶快把货谢了 待会儿下夜 大家好好庆祝庆祝 好 小家 终于办到好日子了 前辈 前辈回来了 你们辛苦了 什么意思 你管他叫前辈 好 在我们宫会里 是按炼药师的品级排备份的 颜潇前辈 是三品炼药师 我们自然得喊他前辈了 待会儿萧家的家夜 还请宫会的兄弟们赏光啊 谨遵前辈之命 谨遵前辈之命 这个家列弊啊 前几天居然跑到萧家的药铺 是又吵又闹 还开口十倍价格 要请炼药师去他的药铺给充门面 让我们一句话给顶回去了 您快说说 我告诉他 公会上下 为萧家马首是瞻 一个土财主 就让他走远些吧 来 古尼大师 之前我们萧家 也没有什么对不住你的地方 你何必帮助嘉烈家 断了我们萧家的药材供应 这个事大大的错了 来 咱们喝一杯 把过去不愉快的事 都给他忘了吧 古尼大师 我也是萧家的长老 难道不配敬你一杯吗 我是药材行会的代表 之前你们萧家 频频出世 所以才停止供货 现在也只是靠 颜潇先生的保护 这一次才平安无事 但是你们能保证 每一次都平安无事吗 这次收拾了佣兵团 废了云兰宗三剑客的斗气 还不够吗 家列家还请了什么厉害决策 我听药铺的伙计说 这次颜潇先生也是身受重伤 勉强在人家手底下走了三招 用命才把车队保护下来 有这事吗 说实话 我是不太相信哪 是吗 是 我和云山走了三招 受了点轻伤 难道云山宗主也参与了 那倒不是 是 我废了那三个云兰宗剑客的斗气 只是运气不好 打狗碰上了主人 在云山手下走三招才受轻伤 了不得呀 年纪轻轻 却有这样的实力 真是惊世骇俗啊 放眼斗气大怒 何人能做到 那真是后生可畏 后生可畏啊 来来来 大家干一杯 看一杯 只是这家列家 请得起狼头佣兵团 但是绝对请不起云南宗 究竟是谁在背后与萧家作对 我还没有查出来 萧老爷 请再多给我一点时间 严肖先生 倒也光明磊落 来 我敬你一杯 还有两天 背后与萧家作对的人 好儿子就到头了 这酒 古大师就留着自己喝吧 我明天再去一趟狼头佣兵团 那兄弟俩 应该对我还有所保留 你知道那些长老他们今天都说什么了吗 说什么了呀 他们要为你再开一次斗气阁 把所有的斗气功法全拿出来 全向你敞开 这斗气阁里啊 有一些一直封存的高阶斗气 百年了 我萧家还没有出现过一个有天赋的人 能够修炼他们 长老们 巴不得你全练了 高阶斗气虽好 但我怕贪多脚不烂 这样吧 等我把这次的事情办完 您帮我挑一件 这些老家伙们同意把他们给你 明天就赶紧安排吧 别啊 爹 当务之急 还是重振萧家的身位 敢向萧家伸手的任何一个人 我们都不可以放过 萧家的声誉对你 还重要吗 当然 萧家是五大家族之一 咱不可以让人小觑 在你回来之前啊 我没想过会这样 我只想跟你商量商量 如果行事真的不行了 萧家不如把药铺关了 过太平日子 爹 你怎么可以说这个话呢 现如今大争之事 咱们萧家更应该急流永进 更何况 咱们就算关了门 也过不了太平日子 那些幕后黑手 今日敢杀伙计 明日就敢杀到咱家里了 现在儿子回来了 就要把这些事 全给萧家摆平了 等你从嘉南学院毕业了 你呀 又要考虑考虑你的终身大事 说你呢 不是 我没想过这事 我看这勋儿啊 处处护着你 我们和谷家又是世代交好 他和你从小一起长大 如果你同意呢 我就抽空去趟龙岛 和他爹谷原商量一下你们的婚事 这婚事一定下来 我就没什么可牵挂的喽 不是 你听我说的吗 不是 爹 我真没想过这事 那就从现在开始想 这 薰儿是我妹妹 我是她哥哥 这事 你这么想 那薰儿也这么想吗 我怎么知道她怎么想 我怎么知道她怎么想 不是 爹 您就别操心了 我们怎么可能啊 是这样 薰儿是不是在学校交了什么朋友 你可得告诉我 她也是我的女儿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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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我有我 她要是交了什么朋友我不反对 她的婚事想自己做主 爹也支持 但爹总得知道 她朋友的身家和来历吧 她究竟和谁关系最好啊 不是 她 她跟很多人关系都很好啊 不是 爹 您就别管我们了 您看您喝那么多酒 早点回去休息吧 你得告诉我 她到底跟谁关系最好 跟 跟我 跟 浩 韩贤啊 关系都很好 行了 爹 我也喝得不行了 您赶紧睡吧啊 我 我先回去了 你 韩贤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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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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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弟 老大 老大 那人来了 谁来了 杀人不过头点地 我哥俩都成这样了 你还不敢放我们 我要杀你们 你们早死了 二弟 你给他吃了什么 这是星云阁的断魂絮身伞 吃了这个以后 他的断魂就能絮身 二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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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袭击萧家伤队 是受人雇佣的 你告诉我 幕后主使到底是谁 为什么要杀害 没有斗气的伙计 你们只要如实告诉我 我就放你们一马 男人钱财 体人消灾 这是最起码的世间道义 世间道义 你们杀害 没有斗气的伙计 你就有世间道义吗 其实 我们也是被逼的 我所有兄弟的家眷 都在他们手上 他们是谁 我 我 我 疼 二弟 二弟 兄弟 你放了我二弟 你放了他 你有什么气 冲我来 我求你了 我给那左牛坐马都行啊 哥 我求你了 二弟 我已经用斗气帮你弟 把那个丹药炼化了 七日之内 他的断骨就能蓄上 斗气的话 应该能够恢复司成 是墨家 墨家 又是墨家 又是墨家 墨家势力十分庞大 他们聚首在荒漠之中 是洞气大陆第一富有家族 机关暗道 武器也炼 天下敌 他们挟持了我们拥兵团 所有弟兄的家权 让我们袭击萧家商队 我不敢不依啊 听说也是他们出面 请来云丸宗三位剑客 以后若是让我听到 郎头佣兵团 还在继续作恶 我定来灭了你吗 好自为之吧 参见女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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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臭小子 喊我出来干什么 我想灭掉墨家 他们不是你们的老对头吗 所以找你商量一下 等我九转宫城 吞了青莲地心火 他们谁也跑不了 又不找你出手 是 女王大人神功盖世 天下无敌 这个我自然知道 只是这墨家的手 已经伸到了我萧家 我不能不出手 就凭你 我神人国卿一国之力 都斗不过墨家 你以为你是斗弟啊 这个不敢当 只是这天底下的事情 等到用刀剑解决 那就已经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我有一个主意 把它打到墨家内部去 需要你们配合 什么人 乌坦城萧家 萧炎要进墨城 让他给我滚出来 你来了 告诉我 为什么要和萧家作对 你们的背后主使 又是谁 哪儿来的毛小子 也敢来我墨家送死 你 你怎么会有 你还记得我吗 我们在十二人国见过 我想起来了 青莲地心火就是被你给偷走的 哪渡沙呢 自然也在我这里 那你认为 我还能让你走吗 是 我既然来了 就没想要走 我这次来是跟你交易的 我用青莲地心火 和美渡沙 换刚才那两个问题的答案 如何 你喜欢的东西 对我可是一点用都没有 至于这美渡沙女王 待在身上 更是一个雷阵 你要是想要 给你便是 那青莲地心火呢 真舍得 你换 还是不换 跟我来 说吧 臭小子 你到底打了什么鬼众 就跟我们刚才说的一样 我是来找你交易的 只要你告诉我 你们对付萧家的真正目的 和究竟是谁在背后指使你 我就把青莲地心火 和美渡沙女王 交给你 那你得先把义火和美渡沙交出来 否则 你休想离开这里 你可想清楚了 这要是动起手来 你就再也没有机会见到你的义火 和女王了 你还能够 就算我说了 你对付得了吗 你只需要告诉我他们是谁 至于能不能对付 那是我的事情 不行 我还是不能说 那些人我末将可得罪不起 既然如此 倒还真是有另一个法子 你去告诉他们 就说你抓到了萧家的萧爷 他们自然会来找你要人 其他的 你就可以不用顾问了 此话当真 我们萧家人做生意 一向信守承诺 一诺千切 秦皇 青莲帝先火 我可以给你 美渡沙女王 我也可以先给你 到时候你只需要按照约定 把我交给那群人就行了 好 我信你 这是我们莫家的如意寇 从进门到这儿 步步都是 如果你刚才说错了一句话 你已经死了 我最后再问你一遍 你真正的目的 到底是什么 莫道当家的 青莲地星火已经给了你 这美渡沙女王也在你的手上 我呢 还中了你这个莫家的如意寇 我就是有再大的本事 我也翻不出什么了 你呀 就放心地把我交给他们吧 算你聪明 这如意寇 就算你是窦皇也争不开的 有点封心 有点封心 你为什么也带着链子 你的眼睛 可是那碧眼三花瞳 竟然真的是 你是谁 你怎么知道 在这里 蛇人族还有多少俘虏 跟你有什么关系 跟我自然是没有什么关系 这是蛇人的月季 送给你 我 拿到清连帝心火 当家的神功炼成 墨家以后 就是斗骑大陆第一家族了 教踏云兰宗 灭掉星远阁 甘安 听说这个姓萧的 还是萧家族长萧战的长子 这些顽固子殿 没脑子到这种程度 也该是败亡了 不过 这是我们的好机会 那你倒说说 这是我们什么好机会 五大家族衰落 魂殿入主斗骑大陆 咱们墨家就可以从边陲之地 走到大陆中央了 魂殿不会久居在这儿的 所以这是咱们趁势而起的 好机会 恭贺大当家的 恭贺大当家的 二当家回来了 当家的 起来 怎么说 大人已经答应了 明早尽快派人赶来 你怎么对他讲的 我按照当家的意思 已经告诉了他 我们经过苦战 击垮了萧家 活捉了萧炎 可是 我们墨家却损失惨重 马上就要成为 斗气大陆的公敌了 还请他范先生 多多照顾 好 好 来 干 干 好 谁 你在墨家做奴才 都忘记自己是哪族人了 将军 嘘 好 见过蛇王了 蛇王 现在蛇族执掌权力的 是蛇王陛下 正灌在墨家的监狱里 是蛇王的 真的 是蛇王 是蛇王的 菁氏 你很不爱 你能不能 комментар 是蛇王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清凌 清凌 吓了你 还不快滚出去 清凌 清凌 踏破铁蝎无觅处 得来全部费功夫 早知道 这么容易就到手 我墨家也不至于死那么多人 说吧 你刚才找我什么事啊 当家的 你不觉得这事有点奇怪吗 奇怪 奇怪什么 萧炎这个人 据说是萧家后辈当中的佼佼者 他怎么肯乖乖地交出蛇王和一伙呢 只为了弄清事情的真相 就算他查清了 他怎么和魂殿抗衡呢 他会这么傻吗 是啊 可那是他自己的事啊 我越想越觉得不对 这清廉地心火 你看对吗 对 美杜莎呢 也对 那就算这臭小子有通天彻地的本领 他能从我们的地牢里逃出去 不能 明天一早 魂殿使者就会将萧炎带走 那是他自己要见的 怪不得我 至于他是生是死吗 我有什么可操心的 萧家已经没落了 你多虑了 当家的 我们虽然为魂殿所用 帮他试探萧家 可是这清廉地心火和美杜莎 毕竟是人人所羡慕的东西 假如让那位大人知道 我们从萧炎身上拿走了这些宝物 那他会不会反手把我们给灭了 狡兔死 走狗烹啊 这个我考虑过了 等我吞了这一火 炼化了美杜莎吞了他的魔晶 恐怕魂殿的那几位 也已经不是我的对手了 明日起我会去闭关几日 家里的事就全交给你了 请凌 请凌 主人 准备一下 明日我要闭关 闭关啊 需要几日啊 什么时候炼城 什么时候出关 来 来 过来过来 看看 这是什么 看出来了 是 是女王陛下 这七彩吞天马 是上古一生 等级在所有魔兽之上 他体内的魔晶非同小可 只可惜啊 明日就要被我所想过 知道我为什么让你活下来吗 主 主人恩重如煞 主人要我的眼睛 嗯 是 你的碧眼三花同世间罕见 你要感谢你娘 要不是你娘给了你这双眼睛 你早死在蛇人棍那堆烂泥里 主人恩重如煞 主人恩重如煞 明天我练功的时候 需要你的眼睛练药 乖 放心 我会让你活下来 好好过一辈子 你就不要担心了 是 是 开手门 开手门 诶 滚 en 没有 怎么 ei 怪 ela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把他顶到你的眼眶上 轻轻一按 眼睛就出来了 乖 别怕 眼睛没了 命还在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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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自寻死路 可怪不得我 你的功夫还杀不了我 清零底心火已经入了我的中脉 你要尝尝滋味吗 好啊 不可能 怎么回事 不可能 不可能 怎么回事 不可能 不可能 这是当年窦帝赐给蛇人的宝物 青莲弟兄 只不过我做了一点手脚 让他入不了你的中脉 不可能 不可能 你贪心不足 你贪心不足 不知天地万物今有种 强取豪躲 自找其活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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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说 明天 快 把这个交给他 是 把这个交给他 上 上 上 军阳 军阳 阿谞 明天 阿谞 阿谞 停 开个锁这么复杂啊 我跟着莫城这么多年 看一看会了 女王陛下还有什么其他吩咐吗 他说跟那小子 不是 跟蛇王说 十人国欠你一个人情 陛下 参见蛇王 感谢蛇王用奇迹 除了蛇人国的死敌 蛇人国能复仇 权杖蛇王之恩 什么话 来 你们呢 记得把这些尸体处理好 回去以后就对外宣传 蛇人族一直以来 都与莫家联手 这莫家 与我们是死敌啊 莫家呢还留有一些鱼党 这些鱼党就交给魂殿去收拾了 所谓树岛胡孙散 想必也就是这几天的事情 我要走了 我们就此别过吧 请 陛下 恭送世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